《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一連兩集的18樓CP座 都是講關於辛亥革命的 有鄧智瑩 林偉堂 晟州青年服務社的社長 上一集講到這枝東西 這枝東西不能夠展示 會不會被人拘捕 行不行 不會 你說我 你只是展示 這枝青天白滿地獎的國旗 是當年的6號冬烈士法設計 後來也成為了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 現實來說 香港來講 以前5、6、7、10年代 你看到石劫美很多那些 石劫美 我有膽子聽 我自己帶他去荃灣去觀河 浮動也是 很懷疑 很大叔 現在1997年之後就少了 很多人都問這枝旗是否 是沒有了 我就少了 我連20月就一定是整條尼登島的一條旗 其實這枝旗是沒有犯法的 香港法例上是沒有說明這枝旗是犯法的 就算有些情況下 我遇過幾個情況下 不讓我們在公眾的地方展示出來 他都說不出是用什麼法例 說不出是用什麼法例 你都沒有理會 還未申請娛樂什麼法例 說回兩件事 像山獅子旗一樣 厲害 剛才我講過 之前我們試過一次去西區公園初落城的時候 我們都拿過一枝大旗的奧帝 康民署的人都會跟我們說 這枝旗不可以在這裏搖 我們說這枝旗觸犯了什麼法例 他又說不出來 總之這枝旗是不可以在這裏搖 我們都沒有理會 我們已經做完我們的做事 第二就是我們去半山金堂帝的紀念館 在國父少年時代的同將前 拿大國旗出來的影響 那一枝旗就直接出來了 他直接說這枝旗不可以拿這枝旗出來 然後我說你憑什麼不可以我們拿這枝旗出來 有沒有理由 我們都不理會 說不出理由 他說不可以拿 他很學會地對我們 後來我們也拍彙了他的照片 放在臉書上對著我們 其實我們還是照做 我們沒有理由照拍完照才會離開 在臉書上也是治癒的 你應該找一些正常渠道 找位立法會員幫你提問 這枝旗是否不能碰 不能展示 不能養 不能玩 不能賣 我們今年一月幾時 支持陳偉業的新來革命動議 在立法會門口遞出來就沒有人找我們 在警察面前飄揚也沒有人 警察很有趣的 他們沒有壓力 即是沒有命令 他們沒有命令 他們就不會怎麼理會 但如果他們有防備 知道你們有活動或是否有壓力 他們就會做事 你們也沒有收過 沒有收過 我們就沒有收過 可能有些團體說 可能在1997年後 拆了馬力天橋那些 很多被拆了 自動消失 我們曾經試過一個經典 就是2008年 這個總統大選 馬英九當選那一屆 我們在皇國行人區 先用區搞直播 當日搞羅根宇 他自前被西環知道甚麼 就被他知道了 他就多方面私下 其中一個找警方 聯絡了我們 就說希望知道那天活動的詳情 但很強烈的一件事 就是不想有一支旗出現 他很有趣的 他的原因不是說一支旗犯法 因為始終他們做執法 就證明很多 因為這支旗犯人和不同意見的人 你知道香港很多不同意見 跟不同意見的人 就有些衝突 到時就很麻煩 但我們最後都有展示出來 你是展示還是發呢 因為當時有許多人 因為我們最主要一直的活動 直播時都沒有展示出來 當然我們不想在行人主任區搞得 就是希望多些 當然要下雨 多人嗎 多人的 起碼有二三萬人圍著我們 圍著看直播 對 看直播 我們搞得活動 第一我們要保障我們的參 你剛才說 是 擔著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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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我們曾經有些自己朋友 我們跟警察保證 我們純粹是想想這個 和平展示 最主要是當日 希望台灣發生的總政選舉 希望將這個意識 打給香港人民 他很緊張 連我們的背景都想知道甚麼字眼 譬如跟他說 可否不用中華民國這些字 最好就是不要搞 最好就是不要搞 你永遠的當權者 最好不要搞 到最後我們一直都沒有告訴他 都不肯告訴他 到最後出爐那天 他都沒有辦法去羅門戶 但當時有很多警察 保護我們 警察就很懂得說 我們怕有人搞事 幫我們拍影片 是否可能會有 記錄在案 當時有6時多才宣佈結果 陸續有結果 其他日間有些人 曾經有些國旗出來 有些旗仔揮 有些警察都很主動阻止 即是揮旗仔都勸喻 有些時候參加我們 有些朋友阻止不了 我們說我們主辦單位 不可以 那這些旗仔現在 在香港買不買的 那些書局買不買的 買不到 買不到 香港的中華書局 你想買甚麼旗 三年 三年 有中華書局的 中華書局是 中華書局是 那些 以前是台灣的 你去台灣的 其實很多商務都有 現在去台灣 不是說你輸 你說出版 但以前中華書局 不是台資嗎 現在 現在全部都變了 那你這支是台灣帶回來的 這支是很久的 神州很久的 我特意拿過來的 特意 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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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已經差不多 南會選舉好像四點 四點空截止 六點鐘已經說 誰又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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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來到一個區議會 千多二千票 都會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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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適合 香港的民之津情 又有待政系 我點票的人這麼緩慢 所以選特首選 選一千多票 大票數不到 不知數誰 數下去 你繼續 到六點多 正式公布結果之後 我們最後買了香檳 我們現在很多 沒有人告你噴香檳 對 那時候還未有 很多支持我們的團體 都自己拿其來 大旗也有 那時候警方也沒有阻止我們 因為他們也可能知道 我們的情況太興奮了 搞到我們也可能 阻止不了 他已經盡量 希望要降彎 令你們那時候 興奮的時間最短促 不要搖頭興奮到他 宣布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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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知道我們是興奮的 這些是民情 明年有沒有這麼興奮 明年我猜未必會有這麼興奮 要面對 我樂觀其成 應該有一個新的再度 第五度 應該是第五度 第五度的政黨輪替 第三度 明年來說 可能比較緊張 很多不少 上年來說 馬英九和謝祥廷 畢竟大家未開始之前 大家都知道誰贏 差過贏多少 但是明年應該是很叮叮碼頭 或者很接近那種 那時候警方更加緊張 你們會不會有打算 因為我們拿綠色也知道 不知道是誰 那也不是 紅紅藍也好 我們總是一個民主社會 畢竟就算是民進黨真的執政也好 我們都是對這個角度尊重 人民選擇 要敬你一杯 少數服從多 喝杯 正黨論題 剛才鄧志明說 正黨論題就是 你這個政黨做得不好 人民自然選擇另一個 人民也成熟到知道 哪個政黨真的幫你做 當然我們自己有立場 但是立場之中 我們都不會說 真是說 結果是自己不想見到的 我們就不會說 即是不接受 九哥真的做得不好嗎 陳彪是不是 其實九哥我覺得 就不是做得不好 他的政治取態 只不過是說 他最慘就是之前 陳水扁 中了台灣泰難 這個國已經中了 畢竟他根本就不可以傳 他最重要的是搞經濟 經濟不多不少 要牽涉到兩岸關係 其他元素 就成為一個很多人攻擊的對象 你知道有時候 大陸的陳雲林去到台灣 民進黨和你千天百日的家 你卻收了他 跟你說你的中華民國 這件事真的很爭議性 是否其實台灣人對馬英九期望過高 是否來到陳水扁 一定會很快搞定 結果呢 其實都是過高的 而且剛好 後來沒多久有個地震 他處理又好像聽說一些評論 水災不… 其實我覺得很多原因 就是地區 全部都有很多民進黨的裝 其實都是 其實他都很想做得好 不過畢竟有很多客觀因素 譬如說之前 陳水扁種下來的東西 或者地區 很多都是綠色的 要公平地說 就是台灣 始終是藍的編也很多 你那八年 即是你說把所有的東西 怪罪於那八年 你之前那五十年 那四十年 那四十年 就是做過什麼 你八年就可以令到台灣 會變成這樣 我覺得 現在執政黨是要檢討的 當然 其實我覺得馬英九 不過台灣仍然對她的歌高 因為阿扁當時的表現 令很多人失望 也好像現在的馬英九 大家未上台之前 對阿扁和馬英九是一樣的 其實環天網很高 我們也希望 政黨輪體一定很高 那些人不踩 海駕帶領我們 如果再實看 她的心態就更奮 馬英九很有趣的性格 她以前是台北市長 也是 很多事情都 她不會跟你爭論 很多事情都 她希望默默做出來給你看 這個事情就是 看看市民 或者台灣的人民 等不可以看得到 很多事情都 那你妻子做多久 不是 下下制不做你 又說另一邊 另外一邊 為什麼蔡英文這麼厲害 是不是一副清泉 那個形象就是 很清廉 大公無私 其實他民進黨是 真的進步的 他沒有再為了陳水邊的事情 糾纏下去 即是即使你現在 最初陳水邊被人捉了之後 也有很多反應 但是可不可以都不會再 就是少部分 就是之前的 台南的那些可能多 但是他也不會再為了這件事情 即是他們知道 條路要走的路 還有他們是 化解 即是儘量淡化 六、南、六的對峙 兩方面是進步了 還有今年 即是現在的民進黨來說 他始終是吸收青年票 這個其實是 我們香港的政黨 其實都是要借鏡的 這些地方 第二 第二就是說 他 借鏡 即是有些 吸收青年票 即是80後那些 90後那些 90後那些 要吸收 看誰吸收 難怪每個人都有什麼 什麼青年 青年報 我每個人都是青年報 我每個人都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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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都是民主黨青年 民建聯就是民建聯 青年公民 青年公民 各方面青年公民 就是耳界中有兩個組織 一個老病 青年是一管力量 一個老病 一個青年 第二 他始終是 他不再爭拗 即是不再那麼多時間 放在這個統獨的問題上 民進黨那裡 好 我們先說回政題 太有趣了 說一些台灣旁邊的政治生態 怎樣政黨輪體 我們先說一些 辛亥革命 我們主題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有麻煩 林維棠上集還未說過 辛亥革命的歷史典故 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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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典故 最主要說 那時晚清太腐敗 那時晚清 慈禧太后 最主要說 自從割影香港之後 一直到九幾年 直到江瑞王 那些 那些看電影 垂念聽證 對 垂念聽證 電影 不太順利 1894年 成立了這個 慶忠會之後 很多 我看這本歷史 紅樓 有時孫生被通緝 對 在香港 有時 白日衛生時 失敗後 他去了日本 其實他經歷過這些失敗後 他有很多 摘草 經常 很多起義 香港有一段時間 他也是被人通緝的 好像說有五年被他入境 對 包括現在飛鶴山 又要拉開 又有很多 飛鶴山有個 楊太夫人 即是國父孫中山的母親 那時 他小時候 剛好 國父孫中山 被人通緝 那時不讓人來香港 他扣過一些朋友 買了一個地方 一個冒月 現在附有十大風水 冒月之日 在香港 不知道有沒有地產商 打主意 遲早會的 你講到新來革命 先後也成立過 慶忠會 還有很多會 還有聯合其他 是不是香港也有會子 香港其實有很多地方 中環 是否說中環 什丹尼街 是因為那時 不多不少是商業 那時是商業中心 很多香港的有錢人 都會支持革命 是的 這是奇怪的 即是不同現在的情況 哈哈 籌錢 很大部份程度 籌得來的錢 是由那時的香港中小企 可以叫做 西環 上環那邊 那些做生意 其實去到紅樓 那些應該是 例如那些 例如那些 煉武那些 秘密連軍 新軍 中環那些 海外華僑 開會 走進來 然後走進去 中環的中心 好像在十月圍城 那些 所以這些歷史圖片 其中一個 起義的旗幟 鐵血十八星期 真的 有些照片 當時的 1911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軍政府 岳軍 岳軍 都督府城 這個就是 例如 袁紅 當時就被人 放上去 就領 好像說 誰又不在 那些人又不在 就你了 你先頂放 因為當時 很坦白說 一個 國內這麼大的 中國這麼大的地方 到時 一宣布 起義 派系鬥爭 是的 這個不奇怪 中國人的地方 有很多 有三個人 中國人就有鬥爭 三個派系 所以 當然 大家互相爭取這麼多人 有團結 一次是對著 滿清政府 團結 打倒滿清政府之後 究竟是誰做頭 是的 所以其實 中華民國 歷史 前半月來說 現在這個時代 都是忽略的 如果我講一講 你講國民教育 其實當時也有很多 國民教育 當然是國安時代 國安時代要看 很辛苦 所以歷史 有時候很沉悶 一定要有些片 有些片 你千萬不要找過 以前我們讀書 有個中士老師 一年一年頭 讀到我讀 911年 9月24日 文學社以共進會 在武昌召開由雙方 所以拍電影最好 睡覺了 是負責人 然後睡覺了 老師一直讀 讀到1911年 十二歲 所以不可以有中士科 等你們沒得睡 沒得睡 然後武昌起義 什麼七十二烈士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無 等等等等 現在放鬆 現在沒有 睡的機會都沒有 雲南 上海 現在全部都要 通識 國民及德育 通識就像黃花崗這些 真的要放鬆 說黃花崗 應該是很好的通識 告訴一些年輕人 當年的學生 這些都是讀書的學生 青年人 為了國家而不顧 很年輕 二十出頭 不顧生命的 自己的安慰和後果 都會為了國家來搞革命 相對現在來說 有些人說是要尋死 不是又說感情 或者有些小小事情被人罵 又說要去死 你覺得這個是真是 沒有機打也要死 生意動盪的時代 和生意安穩的時代 對 對 所以看這個辛亥革命 又跟著 袁世凱的起伏 和軍事進攻等等 整個 推翻本清政府底下 中和民國成立 都很複雜 對 很複雜 涉及到很多 那時候大家的辛亥革命 國父孫可以一統天下 其實那時候最主要是 其實大家要留意 10月10日武昌起義 其實那時候最主要是武昌那邊 那邊起見成功 然後陸陸續續 其他省就說宣布獨立 中華民國就是1912年 才叫做民國元年 其實當年來說 雖然說 漫清已經推翻 但是其實 每個地方的勢力 都是很大影響 譬如說 袁世凱 其實那時候是晚清 是持軍的 持新軍那時候 其實他 最後他轉移支持 新海革命也好 其實都是很大野心 他想做皇帝 其實真是說真的 最後孫中山都說明 請他下來南方這邊 他也鼓鼓滑滑的 最後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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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清除 接下來有很多 疑似革命 然後很多情況出現 南北以和 很多的 宣文 有很多 你說要熟讀這些歷史 即是 尤其是找 林偉堂 你又說一下 尤其是 吳周青線服務社 去到學校 說一下 歷史更好 其實我們說 應該製作教材 製作套 是的 還有 資源不足夠 出一本書 這些都好 當然 因為現在 出教科書的 都會取態 要是不寫 這些都被空白了 寫 寫 怎麼寫 其實老實說 中華文革成立之後 很多段的歷史 都應該值得提起 對於現在我們香港來說 大陸已經不再說了 很多空白了的歷史 就是報一些 因為當權者的關係 會報一些比較有利去的 例如 抗戰 西安事變 那些一向都是偏坦的馬方 即使抗戰都說 是他打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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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扭曲了歷史 其實說這些抗戰 就是說 講回後少許抗戰這些 蔣介石帶領中華民國之後 抗戰成功 為中國人 這些真是民族的強大 即是你拿到這個世界的四強之一 就不是說現在 你大陸很喜歡說 現在什麼上太空 奧運 扮博覽 那些叫做 唱國歌 國民教導 那些叫做 我又剩幾分鐘 又剩下 林禮堂 上一集剩下 天下為公 今集是三民主義 常常都說 師兄先生三民主義 什麼食三民魚 還是什麼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就是民權民族民生 即是說如果我沒有什麼 即是一說 我就不及教授 那些 其實就這麼簡單說 簡單說 簡單說 民權 起碼挑釁到人民的權利 即是人有一個權 包括日常的選舉權 被選舉權 或者公民有表達的權利 現在大陸是沒有的 是未未那些 然後畫出來 表達一手 應該被人捉 民族 即是鼓吹每一個民族 其實都是平等的 現在大陸這些 都是種族 方便你 新疆、西藏 其實不多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都… 押著一些 對 還有一些高華統治 民生來說 這個都不用特別說 人人的生活來說 需要 衣食住行、教育 大陸現在來說是沒有的 但這三方面來說 在台灣來說 都是現在可以做到的 香港還可以做到 香港還可以做到 香港不做到 香港違權 民生更加慘 民生更加慘 大家要學做李嘉誠 大陸更加沒有 民生教育的 即是上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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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的人上太空 教育就下了地獄 即是那些… 教育開支沒有什麼 做了維穩費 但台灣那邊 其實每一個人 基本原則上 都可以大部分 可以接受到 這個大學的教育 要講些 三民主義也有時間說 你說不懂不懂都說 我們只副時間 下次有機會 再找林偉堂上來 再講一下 有關於台灣選舉 其實都應該有時間說 找鄧志瑩 鄧志瑩在這方面很有興趣 好 拜拜 好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什麼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請到下載隨便 請到下載隨便 請到下載隈